大家好, 我是M&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是這支Leica的Zoom鏡 28-90 光圈是2.8至4.5的ASB H鏡頭 OK, 大家很奇怪為什麼我手上什麼都沒有拿著呢? 因為這支鏡頭就是安裝在相機上 所以現在就是經過這個鏡頭看到我了 這個影像質素大家覺得怎樣呢? 一支Zoom鏡頭來說 一般它的影像質素會因為它可以半變焦而要妥協 即是拍出來的質素比一般的定焦會差一點 但這支Leica的28-90鏡頭 沒有因為這樣而妥協到的 在影像質素方面大家看到是很高的 這支鏡頭是由2003年到2009年出產的 是一代的變焦王 代替了之前R35-72.8上一款的鏡頭 擁有三倍的變焦 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這支鏡頭不是行停光圈 因為鏡頭會比較輕一點 而且體積也沒有因為行停光圈而增加 對於一般去旅行或日常使用會比較方便和輕巧 這支28-90就並不給一般的定焦鏡頭順色 相反其實一個普通的定焦鏡頭 就並不夠這支28-90出色 大家可能會有點疑惑 到底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呢 那我現在跟大家去看看 它拍出來的畫面會是怎樣 很高興的 是這支鏡頭 才能看到 那支鏡頭 在電視角上 在電視角上 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细节或者亲自上来试一试 我们在尖沙坠有两个门市 你可以亲自来看看 或者我亲自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会感受一下这支镜头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给个赞我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日后有新的短片上的时候 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